一诺深夜发文引泪目 他的公孙黎拿出来就是三分 用整个赛季编制了一个谎言 梦之队全员调解猫神跟花海 节目最不能缺的其实是一诺 也离不开AG这个大家庭 伴随着AG巅峰对决击败狼队 他们也算是报了春季赛之仇 可惜的是这不是总决赛 含金量还是稍微低了一些 赛后一诺发文引泪目 手上比的是公孙黎拿出来就是一分 实际上这场比赛 他拿了三分 一分是吃掉了盗仔的公孙黎 一分是自己拿出来赢了 最重要的巅峰对决也是公孙黎赢的 这一次是真没办法黑了 甚至有玩家直言 他用整个赛季编制了一个 不会公孙黎的谎言 就像当时猫神用的雅典娜一样 只不过这不是总决赛 对AG要继续保持质疑 才能够浮浮前进 我前面记得有人说 公孙黎拿出来今天有两分 说得太准了 现在一看好像是三分 FMP的一把一落牛逼 你们想要的是晋级 而我们想要的是复仇 直面黑子直面天命 因为整个常规赛编制了一个 一落不会把构策里的谎言 这不说的话还会加一个春季战 确实 看来你这局的构策里 前面果然是很大不开心的 这就是KPL历史上 唯一一个射手FMP 这把黑不了 这把真没掉 时隔240多天 为自己FMP兄赠名了 说实话 今天真的有点佩服于乐 第一次龙拿身上感到的那种义气 好想再看一次红楼大战 好想再看一次红楼大战 那就是决赛了 红楼再相遇的话 只能在决赛了 也不一定 如果AG下场输了的话 可能还有的 还能再相遇 一落确实喜欢这种先一后扬的剧本 他之前2年到23年前半段 他先一了一年多 然后四冠一举登顶 这个春季赛 就倒在决赛 现在又回来了 他太懂流量了 然后就是梦之队开启合宿生活 全员都在调解猫神跟花海 宜诺来了一波神助攻 彻底化解了两个人的恩怨 感觉团宗最不能缺的是宜诺 也离不开 AG这个大家庭 他太能够活跃气氛了 感觉猫神近期直播状态这么好 跟两个人和解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一下 哇 又来了 初来 你的两个好朋友闹矛盾了 你会希望他俩和解吗 会就交叉 不会就打开 如果一个姓陈 一个姓左 我会去和解的 放心 这个事情交给我 我会让他们两个打一下 哈哈哈哈 我来问 Kat 你愿意跟花海 和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开是愿意 关上是不愿意 糟了糟了糟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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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了 打开了 大家都是 木制队的选手 抬头不见 低头见 也是为了他们那样 着想 想让他们 从归于好 总的来说 AG能赢狼队不奇怪 但其实赢得并不轻松 倒载的状态 也是越来越好 这也是狼队 巅峰对决会四保一的原因 下一次或许就会变震了 也有可能会做得更彻底 毕竟 AG不是每一次都能在前期打崩狼队 特别是进入总决赛的狼队 大家觉得呢 谢谢大家